請揭曉 耶 沒錯 我們的成章禮就是我們的9架HPV疫苗 台北市長角灣與八大醫學會 台北市國中家長聯合會等代表共同揭曉 台北市政府送給青少年的健康成年禮 就是9月起不分男女生 將提供全台北市國中生公費9架HPV疫苗接種服務 我們台北市率全國之先來開放 讓國中青少年男性也可以施打HPV疫苗 之前我們已經讓國中女生施打有一段時間 那也因為根據WHO他們的建議 認為不只是青少年女性 包括青少年男生也應該要施打HPV 對於包括防治HPV感染以及後續衍生的癌症 預防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這一次我們台北市增加了1600萬的預算 那預計大概有一萬的國中男生會受惠 喬晚安特別說明台北市政府領先六都 將男國中生也納入HPV疫苗接種對象的原因 根據相關的研究和統計數據 發現其實每個人一生大概80%都可能感染HPV病毒 那另一方面特別女性可能衍生後續的癌症 包括子宮頸癌等等 那男性可能就是頭頸癌等各方面機率非常的高 所以WHO世界衛生組織也特別建議都希望15歲的女生 至少90%以上都希望能夠施打HPV疫苗 那也非常建議納入青少年的男生也施打HPV疫苗 出席的台大醫院副院長樓培仁及台大小兒科副教授李秉穎也很肯定台北市長 蔣萬安男孩女孩都保護的決定 全世界134個核准HPV疫苗適應這個國家裡面 有56個國家都是兩性共同施打 這56個國家都是先進的國家 亞洲只有一個國家是兩性共同施打 這個國家叫做布丹 因為布丹的人口只有78萬人 台北市就有250萬的人口 所以你可以想像財政的負擔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我們台北市能夠開第一槍 領導我們台灣整個都能夠走向兩性共同施打的話 我們應該是亞洲第一個重視男女兩性平權 重視預防HPV感染所引起的 包括子宮頸癌 包括陰莖癌 肛門癌 外陰癌 還有美國 歐洲先進國家 百分之八十的口菸癌都是HPV感染引起的 我們可以預防這麼多的癌症 除了製作宣導短癌以外 為了提升學生健康知識及接種意願 台北市衛生局方面計劃 從5月起 梅河專業講師 尋回國中校園進行疫苗 預防接種相關教育課程 並且透過校園私生溝通管道 提供家長疫苗手冊與接種同意書 等家長與學生簽署同意書後 由校園社站服務醫師 提供健康評估及協助疫苗接種 因故無法在校接種的學生 可以持補接種通知書 到台北市113家HPV疫苗特約醫療院所 預約接種 台北市免費接種都備HPV疫苗 男孩女孩都保護 記者張啟騰 台北報導 巴黎高雅 近年未來健康的醫療 謝謝 巴黎高雄 大負責